經濟部的投資熱華組 今早是推比亞迪一二一一 簡選原因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 支持新能源汽車加快發展 進一步確認新能源汽車的戰略重要性 股份就是看好比亞迪 比亞迪以產銷電池起家 公司的新能源汽車業務 受到政策重點扶持 上半年新能源汽車累計銷售154,600部 安年大增1.5倍 其中旗艦車型漢 相半年持續熱銷 出貨量達到52,000部 仍然處於行業領先的位置 比亞迪昨天列口高開8% 列口升了8% 收時報258.2 並挑戰歷史高位278.4 策略上投資者可以等到他回補列口後 即是等待240元左右收集 目標先看300元 失手220元便要減辭 請注意到他方便會 在不及時就來 出貨量中還可以 進行煮 出貨量中